Hello, my friend, how are you? 我今天告訴你們做什麼 你們看到我這張是不一樣的 因為為什麼 我覺得如果有人用水理發視頻 做視頻幾年看 我覺得稀豆 我告訴你,我已經告訴你 我不會再用稀豆發 因為我住在新加坡是不可以發出來的東西 很粗 我兩個小時都會發粗 所以煩我 所以我上次告訴你 就算是一個煙窩 因為我覺得 沒有辦法 住在新加坡 我只剩下一順 冰草快 我的氣泡 發不出來沒問題 沒有怎麼搶牙齒 沒問題 為什麼 我覺得發生比較難 不過難呢 好想以防冰草 有種不會發怒 好想聽 他都能夠發豆 他沒有發醋 證明了 發生曾經發酵過 所以我覺得 都可以用你們沒有時間 不可能你們坐在家裡 發個瓶發生 發個瓶豆芽 所以我就覺得OK 那我後來就想到 OK 我用冰草來發 為什麼我用冰草來發呢 第一 方便你們坐在家裡 第二 方便你們坐在家裡 不可能在新加坡成功 除非他家裡有能吃 我的家裡沒有能吃 只有熱的吃 所以我唯一選擇 就是用冰草來發 用冰草來發成不成功 我就覺得 你說應該可以說成功 在我冰草的到數 我都寫在裡面 我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為什麼 冰草的時間 我們可以放大概一個星期 真的沒有草 今天 有一次黑道來說 不可能沒有冰草 發不出來 真的發不出來 兩個鐘都會發草 所以我就覺得 稀豆 一定要選擇冰草 反而發生 發不出來 又一次就出來 但是我覺得 都是用冰草發 因為你們坐在家裡 不可能整天兩星三星 看著那個被發生 你有上次發酵 發芽的花生 它不是很長 但是我感覺到它裡面 已經發出一點點芽 所以那顆花生 又一定發酵 那種酵素在裡面 所以我就選擇 緊緊用冰草發花生 發豆芽 發黃豆 發稀豆 不是也是很長 但是我覺得 這幾天內 我也要留意它 有什麼病毒 所以我覺得 它應該就 可以哪裡吃 如果自作發殺 可能可能 它已經有發醋了 所以我今天發著 那種稀豆 已經裡面 有一點點白色 一點點 所以 不可以發得 超過這麼多天 應該是有種低 或者是 發四天已經夠了 我覺得 所以 我拉過來給你看 這句 就是我的心 用冰草法的 發明 為什麼 我要告訴你 這個 弄開一點 先 我找到你們的 細線 我準備 先 如果我們發的小 我準備給你看 這個 這個 用玻璃的 這個 再用 塑膠的 這個 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 我 只不過用玻璃 薄的 很薄的 炊一下 給你們看 讓你們知道 用什麼 刺耳 我覺得 一樣 因為我們 發明王 最重要是 知道 有哪種 特別好的 所以我就介紹給你們 所以 變成真正我發明 就是用哪種 薄薄的 薄薄的 薄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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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 我曾經試過 一個 一個 保溫杯 裡面的 保溫杯 我完全封住它 其實是不會燥 但我覺得 這個燒薄 跟這種 沒有良良 所以我覺得 打開 就可以 還我還在後 一故作之後 我覺得它的 有一點 視尊可以多一點 後相油 所以我就緊張 一定要打開一間 用這個 發出來 然後呢 你看我 這個就是鮮 怎麼弄出來 我就很簡單 告訴你 我 我倒出來給你看 首先 一個袋 是黏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將一個 煎煎的東西 很煎的東西 比如說 這個東西 切破 切破一點點 一點點 切破破 很多個小冬 很多個小冬 之後 將我們 浸後的花生 浸三個小時 風界浸三個小時 然後 然後就進去 我等下三個小時 就算了 你還要浸 你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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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為什麼 吸酒 這麼重要 因為吸酒 它比較容易 令到它 有種臭味 為什麼我們 發不出來呢 因為它的 皮很好 裡面藏著一種視註 你看 發了幾天 又有一次就出來了 反而它沒有臭 完全沒有臭 已經足夠了 然後 為什麼我要浸呢 每一次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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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花生夜市 用這個方法 浸沙汁浸 大概10分鐘 然後我們做這種東西 每一次呢 準備一下 浸一下屎流了之後 把這些布 屎流了之後 用這個 你浸一下 用東西 我屎流了 將膠袋 放在這裡 塞進去 然後呢 將這個布 鋪上去 因為其他有用水分 要不要其他 速度的豆 一個膠袋 然後呢 我把這些豆 浸了沙子 高的了 浸了沙子 將鋪針 完全浸多 還是醋 醋味道 依然浸出來 然後 重新 流了水 為什麼要撕冬呢 就是因為我打算 將水完全撕出來 然後呢 還要撕沙子 然後要撕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一袋呢 因為我們不需要豆出來 把豆弄傷害它 翻一下翻一下 變得傷害它 所以用一個透明 脆色的膠袋 就看完 鋪麵呢 譬如說 鋪麵呢 譬如說 一包豆 鋪麵呢 我就放在鋪麵 放在鋪麵 然後呢 浸了鋪麵 一定要有其他空次 一定有其他空次 我發脊 不記空次 它不鮮 它行用要歪掉 鋪麵 然後呢 因為我之前用這個 放著 所以這杯東西 我沒有放著 這樣行中 我弄下第一個步驟 給你看看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用玻璃的 其實用玻璃跟塑膠 也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我現在 膠袋 放著 然後布 用膠袋跟布 然後呢 我倒上來 這些就是花生 當然也是用這個方法 當你拿出來 鋪麵的時候呢 沖一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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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拿出布來 鋪一沙 這裡有一個加袋 也是鋪一沙 鋪一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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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時光弄這個布 然後呢 鋪一沙 然後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呢 又是料得它 鋪一沙 因為什麼要鋪一沙 將它 發得 阿 歐斯多斯的小事 極 會被人家鋪真 發臭那種 不衛生 那種 鋪真的東西 都會令到它發臭 所以我們試就是 一定要一廳或者涼廳 一定要時一廳 所以令到發生 發多次廳的企業 沒有自尊 那然後 OK 浸一十分鐘 OK 好十分鐘 那我利用這段時間 我時一堆的布 然後呢 要時一堆 OK 浸一些泡沙 OK 一巴掙 浸乾水 拿上來 那要浸乾的水 最好 為什麼我不一定要 就是令到它的花生 不要煩你煩住 弄香它 對不對 要出來也一次更慘 然後呢 我們最終的花生 沖一沙 其他的生鮮 水 這樣弄一沙 盡量的水弄出來 先 不停 一點點沒關係 撩得差不多了 水跑掉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給你看我的花生 這個也是跟剛才的方法一樣 只不過我等下給你看 OK 因為準備今晚吃了 回到昨天準備吃了 為什麼 花生呢 沒有稀到 很奇怪 稀到呢 就比較容易發芽 但是它很難發芽 可能它很怕冷 我的冰箱是溜到的 普通放水果的溜到的 你看 它有牙齒發出來 有牙齒發出來 有牙齒發出來 它又沒有臭的味道 它又煎煎 有牙齒發出來 為什麼 我覺得這個方法 方便你們 做工的人 是不可能 看這些花生 每一天混水混水 是不可能做到 給自己來吃 所以 你看 有牙齒 對不對 有牙齒 因為這顆花生 經過發芽出來 我們 你試一下 因為你沒有發過 發芽 它很陰的 它很陰的 它比較脆脆的 因為 會有牙齒 那種牙齒 也有什麼 它又彷彿知道 你什麼 所以變成 有些人很陰陰的 我覺得 有陰陰 但是我們發芽出來的 發芽 是脆脆的 其實是想 馬上買什麼豆 什麼豆 水果的豆 你吃 意思是沒有良藥 所以我覺得 雖然發芽 雖然沒有 特別的牙齒 但它又發芽 還滿有用 很有影韌的 雜值 所以 我沒有出租工的人 最後最方便 我又 因為我怕不知道 哪一個 可以用 所以 這是用玻璃片 發出來 所以我覺得 用玻璃片 沒有所謂 因為我用樹架 拌在沙蒸道蒜 這個就是用黃豆 我不要最焦上去 刺根 還有其他 一種 枯絲 一種 一種刺頭出來 不要完全風味 風味 什麼東西都要燃刺 包括花生都要燃刺 所以 拿出我這一種牙刀 所以拿一個棍 也沒有良藥 沒有所謂 所以我拿一陣子 不要搶著你們 試鮮 先 然後 這個 刀也是 黑豆 也是剛才的方法 一樣 我教過你的 你看 可能面積不太大 它發出來 真的好美好美 我抖出來給你看 我抖出來給你看 這個 黑豆一反 我用冰醋 發出有牙齒 不會發醋 所以我覺得它很怕葉 又很冷的 你看 你看 沒有發醋 沒有發醋 所以 如果你覺得 事實上 稀罩 其他 又沒有牙齒 不喜歡 它發過來 就 發酵 所以很有燃燃價值 你跟賣匯來 沒有發過稀罩 不一樣 燃燃價值 所以你覺得 那種喉得 你用哪個方法 我覺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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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齒走出來 發來自天 然後我 吃的時候 我夠順利 你牙齒就是這樣 我覺得 不需要弄 弄到 反而會臭 為什麼今天我弄 給你們看 希望你們知道 真的 為什麼 視頻裡面 沒有人很多發稀罩 可能 我們的 新加坡 很多天氣 都不適合種稀罩 它是有能力的 你看 冰醋溜到 都可以發到牙齒 反而會發生 發不出來 還有黃豆也可以 大家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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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很漂亮 你不覺得 這個 覺得它不美 沒有 對不對 對不對 真的好味 你弄出這些 汽豆 炒來吃 很像 很像 爽口 不像 鷹鷹的 你知道 為甚麼東西 用浴水發出來 有種防腐劑 一顆豆 是鷹的 所以我問 為什麼我 對家裡發的豆 為什麼不鷹鷹呢 可能它的防腐劑影響 我把汽豆的皮 去 很容易去 因為 你看 牙齒 其實沒有牙齒不重要 因為你切多點蔬菜 就當牙齒嘛 只要切一顆豆的營養 不用浪費時間 牙齒走出來 炒來吃 好想炒 蔬菜 薄薄脆 你切個就知道我的 好方法 看看我這是甚麼 就是黃豆 黃豆 兩道瓶 就是黃豆 為什麼黃豆 這個是用辣的棍子 因為我 我拆散打就好了 所以肯連人用 我又試著 來 一間黃豆 Janny怎麼試 不用重複 我浪費了 我浪費了移民的事 刺激黃豆 為什麼有點嘻嘻 我對於說 我買回來的時候 看裡面已經有一頂 複眉發醋 只不過我說 可以發嗎 我就用這種 好像那種 Sindy 我要拍照 我看它 可以發出來 這樣用一種厚 剛才的 好了 這個就可以了 那我把涼包黃豆 切成一煙 因為我浸了很多黃豆 我不是 我怕它發出狂 明明說太固 你們全部拿來切 為什麼黃豆 夜清了 發出狂 又一次就出來 因為他們昨天發生 不一樣 不過你這樣發 發生沒問題 因為沒有發醋 就是一種 燒過 黃豆 也是有一次 找出來 用這個方法 你招一下 你招一下 我不怕對你說 你用這種師 很奇怪 你用水 試了之後 它發著 真的好像 脫鎖起來 可能是一種 所以招你們 要試多一次就試 試多一次就試 試多一次就試 試一下 真的試一下 是不一樣的 當你拍一隻 真的漂亮 真的漂亮 你看一下 你眼前 會不會很長 為什麼我這麼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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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那種 我買的時候 已經有這種問題 只不過我試試一下 薄一下 其實是可以 怕有一種美味的味道 是乾淨的 也可以做 只不過我有種豆 我試過有兩種 一種豆 我放在肯住了 那我就兩種分開來吃 唉 那粒豆發不出來 很甜 所以我就覺得真的 有些時候不是那粒豆可不可以醋不醋 看那粒豆有多久 又沒有受到一種侵蝕 這種就沒有 只不過有種威眠 有種貌貌 令到豆一點點氣息 都能夠發到牙齒出來 所以你說 事實上我對你說 我們最差點發那種黃豆 也可以炒你吃 為什麼 它脆脆的 不像很陰很陰的 可能我們最威眠買的 它有藥水就裏面 好像其他陰陰 總之你還要領藥 壽視尊感染 所以我覺得這個道理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們最差點發的 黃豆也發生的 我吃起來 脆脆的 不會牙齒錯通的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就是我們最差點發的 沒有牙 沒有一種藥水放下去 因為藥水令到它陰 它就不會 為什麼用複蝕 黃的東西多數會複蝕 所以為什麼我最差點炒出來的 不會陰陰的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希望你們呢 如果真的你們很忙碌 你不只做過的東西呢 就是用複蝕來發啦 所以用複蝕來發 有什麼好處呢 你就不需要很多時間看著它啦 對不對 導致你們呢 令到你們呢 可以多點時間 做工作 會拉 放水冰槽裡面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對不對 不要一個 只天就可以了 不會發得臭掉 都會 都會臭 如果你發得多天 最後兩天 一天 兩天就試一次了 不然偷 也是會發錯的 我告訴你 怎麼做 怎麼做我的東西呢 首先呢 譬如說 我發好那些 弄好那些豆 準備後生的過程一樣 也是這樣的過程一樣 那我準備 什麼 我先把豆子 上次教過你們 我怕你們不知道 我重複一點點告訴你們 然後呢 剛剛我們提起的小匙 兩個 第三個小匙 然後 這樣好了 OK 我們呢 首先呢 來 裝 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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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很多發生事 我不用弄這麼多 小小 先 然後呢 這點水 先沾滿 沾滿的水 啦 OK 沾滿的水 啦 就 放好再用水 沾滿 沾滿 Palm Bass M 然後呢 把我們剛ostic 的花生倒進去 先 碟SE Lab 咯pnれ 了 這樣什麼死 了 用碟SE Merc 然後拿一個鏡 拿一個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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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多少個小時 你先捨出來 這樣放些沙 然後我們時間 浸泡3個小時 放在皮膚3個小時 浸泡好之後 然後 我們寫些字 3個小時 OK 我就拿上這個鏡 拿上這個鏡 這樣拿上來 豆瓶 我們的 我們 3個小時 OK 拿上來 拿一個鏡 切一個燈 一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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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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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我 3個小時 發生 因為你們沒有時間 不可能 溫水 也是 怕它糙掉 也浪費我們的時間 所以我的冰處 就溜到 所以看你的 度數 可能太低溫 也是不適 因為我告訴你 只有溜到的 然後 我們 震好了 OK 發生了 這樣 OK 好多 準備什麼 OK 隨便 一個棍子都可以 我準備一個棍子 準備了 一個 兩個 然後這個 是這樣的 把我們的 花生 這個水的 放進去 然後拿一條布 如果花生多 我們 篩一條布 最黏 最黏 就是這樣 然後 多點水分 然後 把布 篩最黏 放最黏 浪最黏 所以 為什麼要 封膠袋 就是 令它的水分 不要容易 蒸發其他 薄刺它的水分 一個袋 最黏 例如 怕它 不夠膚絲 我們拿著一條褲 用刺巾 放著一條褲 然後 拿著 我們 什麼東西 沒關係 拿一個普通的棍 然後 一定要這樣 因為 讓它的溫度 一個溫度 還有 其他裡面 好像水長 你不要打油它 乾油它 然後放冰醋 就是這麼簡單 放普通的水果冰醋 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 怎麼重要 你花 這種花生 這種豆的時候 為什麼我要告訴你 靠近一點 拍多點給他們看 為什麼 方便你們 沒有時間 弄 又可以切到 發酵 又不需要切到 會面那種 有肉水的豆芽 所以 如果你發出來的 影響價值不一樣 所以 雖然我花生沒有發芽 但是它肯有影韌價值 沒有發醋 雖然牙齒不呆 但是它有發醋 也是有一種消滅 所以我希望你們知道 我今天發明就是 為了你們 我們新加坡發不出氣道 又想發酵的氣道 它的影韌很好 有次發生 如果發生 放冰醋 可能的度數 夠一點點 反而 可能有牙齒走出來 如果 這個 真的很怕冷的 可以撩到 撩到 撩到 都可以發到 我的牙齒走出來 因為它怕冷 怕液 它怕冷 所以變成 沒用到 我變成不可能 聽到哪一個 所以我說 大概大概 如果能夠發酵 不要吵 就算我成功了 所以希望你們沒有 沒有 沒有時間 我希望你們 沒有時間 我希望你們 沒有時間 發這個 豆芽的人 利用我這個方法 要方便你們 要方便沒有發醋 又可以知道它的營養 最好的 No.1 OK 拜拜